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各位開始教一些照顏曠物 你就開始認真、努力、背 第一個叫做長矢 長矢就是長方體反狀有兩組近乎垂直 它其實是有垂直的叫做正長矢 沒垂直的叫做斜長矢 國中沒有教那麼多就只要叫長矢就好 有兩組結領近乎垂直 背下來它是我們前面教過地殼含量低位的照顏礦物 我們前面寫過一次背 它是地殼含量低位的照顏礦物 然後這個不重要 硬度比石英小與玻璃大這個就比較不重要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用途是做陶貨池的原料 所以可以做調橫板 不久我們就會交道 就會提到交道提到 正長矢會風化成高硬土 高硬土是做陶貨的是植 所以我們說 長矢是做陶貨池的原料 長矢是做陶貨池的原料 那麼 下面這個也不重要 就是湯圈板多獎 就是有個稀和天文長矢的一種 就是湯圈板多獎就看過去就OK了 沒事 OK 你要背 背什麼 第一 第一個含量 第一位 二 做什麼的原料 然後獲值的原料 最好記住還有幾個節理 兩兩個節理 背下來 下一個叫做死鷹 死鷹就是六角形柱狀沒有解 金形是六角形柱狀 然後沒有解理 沒有解我剛剛講過了 它那個六角形柱狀是沒有講完 你看那個圖啊 那我沒有尖尖的有沒有 尖尖的 它完整的講法叫做 六角形柱狀兩端層六角錐 收起來變尖尖的 這兩端層六角錐 這兩端層六角錐 然後呢它沒有解理 剛剛講過的 十一沒有解理 然後呢 長得好看的 十一叫做水晶 長得漂亮的女生 叫美女 叫西施 然後長得好看的 就叫做 就是長得好看的 有完整精型的 長得漂亮 叫做水晶 它就是十一嘛 然後瑪瑙其實也是水晶 是十一的一種 十一的那種狀況 你知道一下 OK 長得 具有良好精型的 十一叫做水晶 瑪瑙也是十一的一種狀況 然後呢 你還要 準備第二位 這也前面交過的 立合含量第二位的照音框物 這也是前面交過的 你要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 還有呢 就是前面有交過的 顏色 顏色 紫水晶是含有什麼 三架鐵離子 紫水晶 還有三架鐵離子 紫水晶還有三架鐵離子 三架鐵離子 把它記一下 把它記一下 OK 還有一個要背的 用 用 用 玻璃的主要原料 做玻璃 做玻璃的原料 做玻璃 紫水晶做玻璃 要背 OK 石鹰要背什麼 第一 一個含量 第二位 第二 石鹰插座 玻璃 第三 長得好看的石鹰叫做 水晶 然後背一下 還有紫水晶 石還有三架鐵離子 然後背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石鹰你要背的部分 可以嗎 OK嗎 OK 下一個我們要叫的是雲母 雲母 雲母的金型是六角形片狀 它的特徵就是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結理 你可以看右下角的照片 可以看一片一片一片一層層的 它很容易就撕成一片 很活活的一片 很活活的一片 它的特徵就是 剛才這樣你要背 雲母有一個金 它的特徵它有一個方向非常發達的金 很容易就撕成一片一片 這跟整一下用途有關係 怎樣用途有關係 有六角形片狀 有一個非常發達的結理 你要背 雲母有兩種 上面叫黑雲母 下面叫做白雲母 我們沒有教白雲母為什麼白 我們沒有教黑雲母為什麼會黑 為什麼會黑 因為還有鐵跟美 還有鐵跟美 還有鐵跟美 就是黑雲母 然後要背一個東西 叫做它的用途 做絕緣材料 絕緣隔熱材料 那個有一種玩意兒 有一種玩意兒叫做電容器 左邊一排正電 右邊一排負電 正負相機把電包在裡面跑不掉 但是不可以讓正負碰在一起 它就會抵消掉 所以要隔一層絕緣物質 活活的一層絕緣物質 誰可以用紙張做 那雲母很容易絲成薄片 夾在中間做起來 必要它的絕緣個性 所以要背 雲母要背什麼 要背 黑雲母為什麼會黑 還有鐵跟美 有幾個結理 一個 做什麼用途 絕緣 一個材料 就是有關於雲母 你要背的部分 OK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